记者罗新珍屏东报道,屏东县政府与行政院客家委员会今天24日与六堆客家文化园区举办106年度地方客家事务首长交流会议各县市客家事务首长及客家文化重点发展区首长席聚一堂观摩屏东县推动客与传承的10年经验。 为了神耕客与传习,屏东县于96年在客庄幼儿园实施客与沉浸计划是全国第一个以客与母语来教学的县市,推动至今发现有效提升幼儿客与听说能力。 屏东县长潘孟安表示,屏东县客家乡亲人口占比高达20%以上,客家文化在屏东多元族群文化中扮演重要角色。 屏东打头阵推行客与沉浸教学多年,获得客家委员会肯定并将纳入相关政策。 屏县乐意将推行客与教学的成效与各县市客家事务首长分享,未来一起推动客与附阵教学。 除了客与沉浸教学外,屏东在104年度开始实验客与学习家庭计划,透过客与新传师招募家庭成员于假日期间提供亲子共学环境,建议提升家庭成员使用及学习客与意愿,让客与传承回归家庭。 运会人员除了参访屏东市学正幼儿园的课与教学,还深入研究各校课与沉浸教学的成果海报及教具,并与学校老师交换意见。 今天参展学校有丰田国小、育婴国小、西市国小、复社幼儿园、竹田香丽幼儿园、万轮香丽幼儿园、园、立群幼儿园、学正幼儿园、香坛幼儿园、小博士幼儿园及爱群幼儿园。